我们最近好像有点江郎才进了 这个课题暂时没跟上 需要一点思路 大家可以提 想听什么 实在闲来无事 说说人生的各个阶段 人生是阶段性的调整 从零岁到十岁 中国人是没有零岁的 一出生就一岁 现在书学也讲 自然数没有零 这都是新的发现 新的正确的认知 一到十岁 我们去想一想 好像很难想 特别是六岁以前 大概没有什么记忆 当然在之后 有的孩子也发育 尤其是比较外向的孩子 他不太记事 内向 他反而比较敏感 比较内心 记忆深刻一些 尤其是 大喜大悲的事情 当然 好像更多的是大悲 一个突然的灾难事件 在你身上 这个神经就产生了一个新的神经源 神经突 有新的神科 因为快乐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而那个你反而记得 永远难忘 那么这段时间说 与其 应该做什么 不如说 告诉你的父母 因为小孩子 总是能改变得很有限 很有限 越小越是 但是这段时间反而很重要 你会发现 小的时候生下来 比一只老鼠大不了多少 然后发育得很快很快 这段时间 他的成长是最快的 尤其是 现在开始注意了 越小越重要 抬礁 也出来了 还没出生 有算数 真的很重要 很有用 那看你会不会叫 那当然了 有的家庭 好像不太会叫 但是 神教 胜于言教 这言传神教 都重要 父母品的好 孩子看在眼里 或者是听到的小道消息 那个才是真的 才是有趣的 也使 所以从这个当中 有意无意的去教育孩子 即使他是报出来的 也多多少少能感化一下 那么这个阶段会经历了 从不会说话 到 会讲话 换了牙 从不会走路 变成会爬会走会跑 真的经历了很多风 而人 不跟动物比 人需要长期的孕育 教育 才能培养你这个高的灵性 那动物 一生下来 一动一动 就会走 人 你把这个小孩子放到野外 他就死了 看似很柔弱 实际上 你要好好地培育 越是从小来养的孩子 长大越去 我们讲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这是另一个问题 其实你一生下来 你这个病 大概放下 差不多了 这是小的时候 能改变得很多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 尤其注意 三岁 那到七岁 再往后 时间更长了 越到老 越固执 越难改 被从小抓紧 他不是说看不到 一生下来 大概放下 也能看到 这是没有那么高的水平 我们都是平白